现在给大家录一下这个 超人版自助师是怎么搭建的啊 首先呢你会拿到一个是这样子 超人版自助师的一个安装包 结果我已经解压了 解压完之后呢 然后配置两个文件 一个就是微镜开 再看一下 把这个微镜开文件 把这个微镜开文件 放在 微镜开 放在这里 这是一个微镜开文件啊 嗯 之后呢还要在这个 摸入文档里面 配置文件里面 然后把这个GS和这个 图片的这个删掉 这样图片 删掉的话图片会打不开 好这样我已经它配置好了 现在我们直接安装 安装步骤很简单 直接点下一步就行了 基本上这个服务器的要求就可以 这边这个PHP版本 是5.2到7.2之间都可以都可以的啊 基本上这个不用看什么 冷碎了一个密码 好现在我们当初到列后代了 后代里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植物室程序 嗯 第一步呢就是配置域名 我们要把它删掉 嗯 这个呢就是 那配置目录 我们添加一个目录啊 这个就是一样的 比如说 植物词 哦那么点几啊 植物词 然后目录模式 就只凭这个角色路径 然后按从头开始吧 比如说你这个域名哈 比如这个域名我们怎么样配置呢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个域名 我们是做泛解析的域名啊 如果这样配置的 假如这个第一个 要给大家 这样 四个 然后再 再把它加上去 泛解析的 泛解析 然后再把那下滑线后代叫at 就泛解析的 然后再解析一个升W6的这个 后来加上前面前背 这样 然后还有一条 我们这同一个域名哈 一条域名要解析两个岛 泛解析的 这样 那这个目录我去建好了 这个目录文价 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URL规则 URL规则我们直接复制析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就 默认配存就可以 你点击保存 好我们这种目录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 配置好以后呢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自由时打开 然后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这个 换存 那暂时的可以下步开 等到这个自由量上大以后呢 大概会缓存大开 这样都会减轻服务器的压力 现在开过它就可以了 我们轻轻要缓存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内容的采集 这个文章空档 我已经配置了那个 搭带1万进去吧 12345678 8000 对要再传一点 这个我已经帮你上传到1万 1万的文章上去 这个到时候 你如果支付量大的话 这个采集规则 我会帮你显一部分 大陆如果来不及的话 可以用那个火热的采集 到了我会把那个插件给你 这些内容的采集啊 然后剩下一个就是配置这个 蜘蛛石防火墙 这个蜘蛛呢 这个蜘蛛石呢 其实现在百度蜘蛛石 也没成功到作用 基本上我们做蜘蛛石的 就看两个 一个就是谷歌 百度也可以打开 现在这个避应 避应的份额 已经超过百度了 这个打开 你保存 他这样那个蜘蛛石就配置好了 现在是没有蜘蛛 我们访问一下试一下 法国呆 暂点没有绑定这个 蜘蛛石的蜘蛛目录 发生了错误 看一下什么情况 我们给他绑定一个模板吧 先做要反强的试一下 这个可能是反强的原因 我换一个吧 这个可以了 刚才有缓冲 这样已经 这样已经 这样已经正常访问了 这个 这个蜘蛛石已经正常访问了 都没有问题了 后面另一根呢 就是要这个 牵扯到这个蜘蛛蜘 无外链 现在刚开始 刚开始 刚开始 你这部吃卡大链好 就先 先不发这个谷歌流痕 所以现在这个先不讲 都到时候我单独 录一个视频给你 教你怎样 第一次布局这个 布局这个发外链 这个谷歌流痕的这个观点词 布局 还有怎样发 发外链的方法 保证我会单独录一期视频给你 然后这个 宝塔呢 你要解析的时候 你比如最后域名 你要泛解析 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泛解析 你比如最后域名 你就要泛解析 把它泛解析 解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泛解析 解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